一场的反望中到现在这场的一个大游行 大家关注到媒体到底该不该大 大之后就真的一定很可怕吗 那什么样才叫做大 什么样才叫做可怕 如果不大也可怕 那是不是更加的恐怖 那么这期的一个大游行的新闻 我们就来看到你这个所谓的寒蝉效应在这里头吗 我们为您来做个整理 在9月1号下午这场大游行当中呢 各家新闻台的一个处理模式 为什么会出现说 哎 寒蝉效应在这看到的呢 这是伊甸市全程做了所谓的独家的全程连线 但一开始告诉大家是他们独家连线哦 但同时间在现场有开SNG车处理媒体都有 于是赶紧又改了 哦 是全程的一个独家连线 全程连线对其他新闻台来讲或许没这么做 于是在这里呢 全程独家连线跟独家连线差两个字差很大 但是在第一时间po出这样的新闻讯息 其实已经影响到其他媒体 让其他媒体非常生气 我们就来看看到底当天呢 大家SNG车都有去有做假的吗 当然要做live咯 做完之后当天的新闻是怎么处理这起的游行事件 做了统计了 这里包括中天明示 TVBS三例 东森跟年代 中午12点钟的新闻 晚上6点钟的新闻 我们来看看都处理了多少则次呢 中天总共5则 明示有3则 TVBS总共2则 三例2则 东森live加1则新闻 年代live加1则新闻 好 我们来看到的是呢 整个媒体的运作我们身在其中 但是我们非常清楚 有事实有证据才能做报道 不是空口说白话 也不能用这样的方式说 你们都被其他的媒体给压力压得太大 所以才不做这样的报道 所以才不做这样的连线 这样子的一个连结 导致这样的新闻标题出现 对社会大众对于大众的影响呢 这个部分的责任谁又该来负 我们今天现场四位来宾在最后节目这个阶段呢 我们请大家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来做结论 不只做结论 也希望呢 给相关的整体的事件的当事人 能够提出更多的一个建议 接下来怎么做 这个媒体环境才会更好 我们请诗诚开始 30秒 30秒很简单 我觉得四个议题现在扯在一起 所以牵扯不清 一个并购问题 一个垄断问题 一个商业竞争问题 再加上中国问题 这四个问题参在这里面 所以这个问题牵扯不清 把这个四个问题把它理清楚之后 我觉得以后商业竞争这些并购行为 可以得到一个充分的一个法律的依据 不要再最后结果变成一个 所谓的上街游行 然后变成一个诉求不明的一个政治运动 我觉得这样没有意义 诉求不够明确 四大的议题 一些事成点到它里头混杂的 让大家觉得有关联又似乎没关联 好 没有关系 我们刚刚提到了 台湾顾问团今天是从到底 要望中老板来做 所谓的道歉这个动作 这个诉求之 是不是有意义的 我们做了讨论的 那么接下来还会就各大的 另外的三大诉求 也继续做更深入的一个分析 也请大家持续的来锁定我们 来 欧老师 多元的声音总是好的 而且永远有反对的声音是好的 但经过这次以后 大家都学会互相尊重 也知道怎么样 什么时候去做适当的表达 都是好事情 那台湾不用太妄自菲薄 台湾在224个经济体和国家里面 排名第48位的人口 而且在经济实力上 排名到16到18 那一个小小的苹果公司 可以增幅全世界 台湾也可以有大志向 所以又不早一天到晚吓自己 把自己的信心和实力和竞争力增强 把创业力增强 把很多算账的力气 把它摆回家 这样我们的竞争力才会有更强大 保护力才会更强大 是的 谢谢欧老师 来 郭委员 这个中天我来过很多次了 不过台湾顾问团 今天让我耳目一心 耳目一心 坦白讲就是这么系统的 把这些事实都列出来 这个第一次了 那这个又要有这个过程 那我也讲说 其实主要问题就是中国问题 就是对中国的恐惧 那这个情绪永远不会消失 因为我们是小队大 小队大这种情绪是合理存在 那也必须要做一定的方法 是的 好 来 于寇见 这情绪也不能够让它虚拟 所以一方面要监督望中 另外一方面随便讲人家 卖台的自由时报集团 也应该民党用同样态度 但是我相信这两大集团 在这种竞争 互骂之中会进步的 因为这两大集团老板 都是非常优秀企业家 只有好的媒体 才有好的政治人物跟政党 我们不要去放过那些 政党跟政治人物里面的恶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